去吧 买钱啊 干杯 停啊 停啊 停了 停了 韩主席有令 他刚才接到南京紧急电报 今天要去南京 今天的戏取消了 大家都散了吧 怎么着军爷啊您 班主 韩主席特地嘱咐 戏不唱了 钱照给 走 跟我领钱去吧 好好好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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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主席不听呢 唱给咱们听啊 听说那姑娘唱得特别的好 张伯官 我上次去您那儿 跟您说的事怎么样了 没问题 叫您放心 你 哎 和他们 咱们打牌去吧 三缺一 你还敢打呀 你以为他在南京他就不知道啊 他连上次市政府那王科长 星期天去打猎他都知道 他还知道他呀 打了三缺善计呢 和大哥 叫我 和大哥 你不认识我了 你是 你是 我是王继平 王继平 你忘了 那年卢白更把我叫进府里 我幸好碰上了你 是你救了我 是你 你 你不是唱琴书吗 我 我后来改行了 真没想到能再碰到你 真的是你 你那时候还是个黄毛小丫头 现在长成大姑娘了 那我总不能一直都是黄毛小丫头吧 和大哥 这么多年 我一直对你的救命之恩念念不忘 我一直想当面谢谢你 就是不知道你在哪儿 今天你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棘手之劳合作挂齿 不过我现在的驻地在外地 不常回济南 我一回到济南 弟兄们就这个请那个请的 我也不得空闲 今天晚上本来是说好 我和弟兄们一起的 和大哥 辞了吧 你就让我了了这个心愿吧 也好 不过要请的话也是我请你 不请就算了 那好吧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你等我一下 我去卸个妆 好 和大哥 走吧 你干什么呢 你卸了妆 是这个样子 走吧 走 你去哪儿啊 请 今儿这活好啊 细没眼赏钱一分不少 好 要伺候啊 就得伺候这样的大瓜 快点啊 别耽误今晚上演戏 养完了我给你们发赏你 走 快快快快 何大哥 就让济平接花献福 敬何大哥一杯 好 好 何大哥 自从上次你救了我之后 就没见你再去听过情书 我也打听过你的下落 可是一直没有消息 直到前几天我才知道 你一直不在济南去了外地 为什么呢 是在济南不得已吗 哪里 家居乃是一届书生 气比从容之后 成了一名暴国的军人 但我总觉得自己 没有真正经历过沙场的锻炼 所以我就主动要求韩主席 把我发到下面的部队去了 何大哥真是个有志气的人 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如今的世界虎狼如林 我一个弱女子 能够平安活到现在 能够保住一身清白 能受不好吗 看来你活得不容易 你以前不是唱琴书吗 怎么现在又改唱京戏了 为什么 挣钱 那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 无非就是喜欢 好一个喜欢二字啊 没想到你一个唱戏的女子 竟有如此见识 那个卢白庚又找过你麻烦吗 找过 不过没找成 怎么 你又碰上第二个何家居了 我到韩主席那把她告了 我一回锦南去听说一个唱戏的女子 把卢白庚给告倒了 那个人就是你 就是我 这真是世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季萍我真是认不出你了 那个时候 我是呼天天不应 较地地不灵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要是那个时候 何大哥在 我也不会拼死告到韩主席那儿 我要再就好了 我要再就好了 不过现在也挺好的呀 总算见到何大哥了 是 这样也挺好的 好 何大哥 季萍再敬你一杯 好 何大哥要回泰安了吗 对 明天就要走了 那 祝你一路平安 后后有期 再见 季萍 明天我就要走了 不如我送你回家吧 何大哥 你看 我想说什么来着 突然间忘了 忘了就忘了 这样静静地走走也挺好 kom ゴ 何大哥 我到了 让我再送你几拱啊 别忘了 小巷子人多嘴杂 让他们看见不知道什么用 也好 那 走吧 何大哥什么时候再回来 不一定 军人不比老百姓 行动不能自己做出来 那 下次回来 一定要跟季萍打个招呼 一定 一定 那我走了 走吧 来 去吧 沈子 季萍啊 你去哪儿了呀 你老婆派人来找过你 有事吗 他找你还有什么事啊 唱戏呗 这都开楼了 你还没回去 只好换了别人 活该 今天本来说好是唱给韩主席的 晚上就不唱了 他是看韩主席那边没唱成 有了时间临时加的 他又没通知我 不碍我的事 季萍啊 你现在虽然红了 可是别断架子啊 让人说闲话 沈子 我知道了 明天我去向他陪个博士就是了 那你没去唱戏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我碰上了个熟人 时候不早了 沈子你早点睡吧 我也睡了 你呀 翅膀硬了 什么事都跟家里人说了 小姑娘 好嗓子 小姑娘 你怎么来了 先生 您也参加了吧 胡说 这么大的事 我哪干得了啊 先生不说我也知道 你一定参加了 先生是个大英雄 别出去胡说去啊 你也想让我到牢里去啊 你开什么呢 你卸了妆 是这个样子 走吧 走 你去哪儿啊 进 孩子年纪小 凡事您多担担 我知道了 没见过你这样的 人家越不理你吧 你还来得越勤 快走吧 谢谢您了 姐 你告到卢白庚的事儿 连我们学校的人都知道了 那天陈老师还向我提起呢 陈志远 他说什么了 陈老师直夸你不简单 没说别的 别的 没有了 姐也是没办法呀 像咱们这样的人家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紫贱 你在学校也不要多管闲事儿 好好学习才是 知道吗 姐 你一见面就是这一套 咱这样的人家怎么了 咱这样的人家 就矮人家一等吗 姐 你是不知道 我们学校现在可热闹了 大家成立了好多的读书会 我们读了许多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书 知道了许多 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姐你知道吗 在咱们的北边有个国家 过去叫俄国 现在叫苏联 那里已经革命了 穷人当家做了主人 紫贱 那些事儿你可不要参加 那都是国家大事儿 跟你没关系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怎么能说和我们没有关系呢 姐啊 你的思想也太落后了吧 你上了相识以后 整天满口的大道理 姐说不过你 可是你不好好学习 我可不答应啊 改天我找陈老师 让他好好管管你 好啊 你去找吧 那些道理 正是陈老师告诉我的 紫贱啊 你能上这个学多不容易啊 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姐 正是珍惜 我才要好好地活 你就放心吧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姐 我去学校了 再见